近日,在新疆巴音郭冷门库自治州广袤无垠的沙漠腹地,万蜂骆驼迎来了分群季节。 为了确保骆驼妈妈和骆驼宝宝的健康与安全,除了采用卫星放牧系统,不少牧民还用上了无人机进行放牧。 这一技术不仅提升了放牧效率,还极大的减轻了牧民们的劳动强度。 牧民道尔加拉一大早就开始忙着给自家200多封骆驼进行分群。 由于当前正值骆驼妈妈孕育宝宝的关键时期,道尔加拉需要将孕期、哺乳期以及其他的骆驼分为三群进行分别喂养。 这样既能避免骆驼争斗时受伤的风险,还便于牧民有针对性的管理骆驼群,提高骆驼的繁殖效率和骆驼宝宝的成活率。 要分个三个群,完了就要赶上不同的牧场,我们后面就是要开始给它观察,挤奶的每天都要回来,不挤奶的和发情的两群骆驼,我们用卫星定位来看。 怀孕的骆驼基本上我们都是赶向胡阳林区域,胡阳叶它比较有营养价值。 还有一些刚发情的一群骆驼,它是要派往那个缩缩去。 骆驼的孕期一般为13到14个月,在完成分群工作后,准妈妈们会被牧民赶往牧草丰美的新草场单独喂养。 这种分群放牧的方式将持续至骆驼宝宝降生以后。 为了方便管理驼群,牧民铁令木军将卫星定位的芯片安装在领头骆驼的身上,通过网络信号传输到手机。 牧民坐在家里就能掌握驼群的基本信息,运动轨迹和所在地理位置,还能一键导航沿途寻找驼群,大大提升了管理效率。 与此同时,不少牧民还用上了无人机进行放牧。 五六年前我们用微信定位放牧,现在用无人机放牧,骆驼走远了,有人走不到的地方用无人机放,可以看到骆驼的情况。 目前,新疆巴英国冷蒙古自治州的骆驼存栏量达一万余分。 近年来,因驼肉、驼奶需求的不断增长,驼绒收购价格的持续稳定。 新疆巴州凭借优越的天然草场资源优势,大力发展骆驼产业。 养殖骆驼已日渐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又一渠道。